五十六岁香港小姐冠军郭矮明与影帝刘青云向来是圈中模范夫妻 二人平时生活低调 郭矮明亦乐于做老公背后的女人 即使外出被捕获 亦甚少入镜合照 被网民认为不想抢老公镜 不过近日郭矮明还又与老公私下与人合照 即使戴帽又戴口罩 仍被网民只遮不住腥味 近日有网民上载跟郭矮明与刘青云的合照 相众可见同框的都是小朋友 原来他们都是先浪潮影片 宇宙有什么不是暂时的小演员 上载照片的估计是其中一位小朋友的家长 帖文留言指 记录一下最后一场先浪潮宇宙有什么不是暂时 谢谢所有爱惜他们的人再次抽空来支持 翻查此影片最后上映日是6月23日 可见照片应该是设于当天 先浪潮影片宇宙有什么不是暂时 有李立真 少仲恒主演 估计郭矮明与刘青云是为了支持好友 而拍拖入场观赏 而在场外刚好遇上小演员 郭矮明与刘青云都亲民留步合照 其中更见刘青云抱起小女孩刘影 郭矮明与刘青云露出此父此母样 不少网民转发照片 感叹二人选择不生育 对于未能将好基因传给子女感可惜 但其实郭矮明与刘青云结婚26年 坚决不生小孩是有原因的 有指刘青云曾受访回应不生育的原因 朋友都跟我说 生一个小孩能让夫妻关系更紧密 如果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非常亲密 那就不用生小孩了 郭矮明一直支持刘青云的事业 不惜但出幕前 刘青云曾分享 早年郭矮明也非常火爆 吵架时会将他赶出门 因为我大声 老婆更大声 我拍台 他会直接站上台 而且他一激动 开始说道理 讲英文 我就会投降了 一来 我英文没他好 二来 他思维清晰 我也吵不赢 三来 他根本不怕我生气 但惹怒他 我会被赶出家门的 所以 没办法 遇到他 都是我先道歉 我不会为了面子斗气 因为最后伤心的还是我 不过近日 刘青云透露 与郭矮明相处细节 表示现实几甚少跟郭矮明吵架 笑止郭矮明懒得理他 令他生气时 如在家中自言自语 十足拍神叹 谈及生活细节 一言一语间都泄密 引来网民羡慕 一次 刘青云给郭矮明打了一个电话 小明 你出来接我一下可以吗 郭矮明心想 这么晚了 他给自己打电话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不会是问自己借钱吧 郭矮明开车出去了 绕了几圈 终于在一个路灯下找到了他 他蹲在路边等他 见到他来了 立马跳了起来 郭矮明下车拿出了钱包 需要借多少钱 一千够吗 见他竟然给自己拿钱 他忙摆摆手 我不借钱 郭矮明抬头 那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做什么 刘青云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我就想见你一面 郭矮明十分无语 两人在一起时 大家都不看好 如今 两人已经结婚二十多年了 二十四岁的郭矮明 从国外回来后 去参加了港节选拔 来参赛的都是美女 大家一见到 他都看了过来 他长相太出众了 在人群中一眼看出 冠军稳了 一起参赛的很多演员 见到他 都夸漂亮 大家见他长这么好看 肯定是一个演员 但是 大家都没有见过他 于是 有人就好奇去问他 怎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你 郭矮明笑着说 我刚从国外回来 大家 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 因为长相漂亮 还有不少导演找他拍戏的 郭矮明答应了 从此 郭矮明成为了演员 一次 郭矮明在拍《大时代》时 遇见了一个皮肤有黑 表情还有点严肃的男演员 他就是刘青云 刘青云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家里有三个孩子 他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父母喜欢姐姐 每次姐姐回来了 都要问他累不累 要吃点什么 姐姐一说饿了 妈妈就去给他做饭了 刘青云打球回来说饿了 妈妈让他自己去做饭去 因为得了肺病 刘青云没有考上大学 这也成为了他的遗憾 他在家里闲了几天 妈妈天天说他不去工作 之后 刘青云就去找了一份工作 当邮差去了 一次 刘青云去送信的时候 看见了吴县在招生 他有点心动了 回去之后 他就和父母商量 他想去报名 妈妈十分反对 你现在这份工作 不是好好的吗 还有钱呢 去了吴县后就没有工资了 爸爸却很支持他 你就让他去试试好了 周润发以前还当过邮差呢 他长这么黑 穿黑衣服都快看不见人了 不一定能考上 刘青云去试了一下 结果考上了 班里帅哥很多 他长相一般 只好在表演上用力了 毕业之后 刘青云就去拍戏了 不过 他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没什么戏份 他的同学叶同都拿下影后了 他还在跑龙套 不过 刘青云不急不躁 他喜欢拍戏 也很敬业 一次 他拍了十八小时的戏 回去后 就睡了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 又去剧组拍戏了 周围的人都十分佩服他 他不怎么爱说话 不过演技很好 郭矮明有拍得不好 他立马喊停让重拍 朋友和他吐槽 这个人要求怎么这么高 明明你拍得挺好的 郭矮明笑笑不语 刘青云平时不怎么和女演员说话 剧组里的女演员找他聊天 说不到几句话就走了 他太冷淡了 但是他会主动找郭矮明说话 教他怎么演戏 在他的指导下 郭矮明的演技提升了不少 剧组里的人见 刘青云对他这么好 忍不住问他 刘青云是不是喜欢你啊 郭矮明摇摇头 我不知道啊 一次 周慧敏开演唱会 刘青云也去看了 他刚坐下来 旁边座位的人也来了 他一抬头 就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许久不见 郭矮明比之前更好看了 留着卷发 戴着帽子口罩 他还是一眼就看出他了 两人互相打了招呼 坐下来后 一起看了演出 之后 他就经常给他发信息 一次 他听说了他心情不好 于是 刘青云立马问他 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郭矮明回了一句可以 他终于啃出来了 刘青云十分激动 早早就去约好的地方等他了 他等了他一个多小时 他才终于来了 不过 刘青云也不生气 后来 两人在一起了 很多人都觉得 两人不般配 他一个大美人 怎么会看上他呢 虽然大家都很是反对 两人还是结婚了 刘青云为了这个婚礼 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他还拿出了大半积蓄办婚礼 郭矮明的婚纱上 就镶嵌了13999颗水晶 寓意一生长长久久 婚后 郭矮明不想要孩子 刘青云就陪他一起丁客 有了老婆之后 刘青云更不爱和女演员说话了 一直和女演员保持距离 他说 我只有老婆 没有异性 婚后 刘青云的事业越来越好 他出演了 《我要成名》演一个落魄演员 他觉得自己和他很像 更感同身受了 他的演技很稳 还拿下了影帝 此时 他已经出到21年了 终于获得了影帝 在台上激动得差点哭了 妻子在下面看着替他开心 他一直很看好他 相信自己不会选错人的 回去之后 郭矮明给他做了一大桌好吃的 刘青云问 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 我开心 之后 刘青云又凭着窃听风云 拿下了影帝 鸣声大噪 这一次 终于没有人说他配不上郭矮明了 刘青云火了之后 对妻子更好了 郭矮明结婚之后 他就不怎么拍戏了 他去学画画 打球 做自己喜欢的事去了 刘青云不拍戏时 就在家里陪妻子 他一个人去菜市场买菜 穿着拖鞋短裤 看起来很朴素 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兜菜 那人问他 和老婆一起来的吗 不是啊 这么大的男的菜市场都认识 刘青云不拍戏时 也经常陪妻子 一起去国外度假 两人在海边散步 他朋友一个电话打来 刘青云问 有什么事情快说 我在陪老婆度假呢 朋友一听 他在度假忙说 没事了 你们玩 如今 郭矮明和刘青云 结婚26年了 刘青云依旧在拍戏 他一直没有什么绯闻 心里只有郭矮明 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刘青云依旧把他宠成宝 让他知道了 嫁对了人 真的很幸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